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小型工程机械的成套设备的制造商 在小型工程机械领域已经有20多年的发展历程了 原先我们在产品的布局方面 主要集中在小型的装载机设备 这两年我们随着业务量的发展 再加上客户端的需求的变化 我们生进了一些新产品 比如说一些混凝土的成套的一些小型设备 包括一些新的工程用的成套的小型设备 其实我们一些海外客商 他们在卷用小型设备领域 会或多或少的会面临着产品的选择问题 之所以我们推出新品 也是其余市场才做的一个选择 比如海外的一些市场 其实我们的成套设备领域里面 在混凝土设备 建筑用的设备 装载机设备 非常以切合他们当地的市场需要 比如在东南亚地区 包括非洲一些国家 他们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 包括建设领域 不单单是看到他们单体的大的一些环境工程 包括大的一些道路工程 实际上他们在小型的细微领域的投入 也是一些配套工程 它的量体其实是很大的 也为我们将来的这样一种 小型成套设备的积分领域 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很大的市场领域 其实我们接待了一些海外的客商 他们的感受就是 这些小型设备成套的设备 恰恰是他们在大设备是不能具备的 首先从它的产品的单体的价值量来说 因为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是非常实用和方便的 那么我们怎么去在日常当中做质量管控呢 其实有两个步骤可以安排 第一我们会把我们的制造要求 提供给我们的供应体系 相关的供应商 我们会对他们提出的供应要求 和质量的控制要求 第二个就是在内部的流程和制度上面 装配体系上面 我们从接单开始 就进行产品的性能追溯 就是说每一步的每一个节点 它都有一个责任人的去牵制 我们在半成品的状态下 我们进行一个内部调试 包括叫内解 第三个就是我们完善了成品库以后 在发车之前我们也还有一次外解 那么通过这几大流程和工序的控制 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的出厂之前 满足它最初的一种设计的要求 目前经过我们来工国际堂内的运营 在全球有将近25个国家和地区 建立了分销体系 比如我们通过服务工程师的落地化培训 培训他们当地的技工 通过零部件的储备体系 来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的保障和支撑 国家的选择上面 主要的市场集中在东南亚 中亚和非洲 北美欧盟 也是我们一个重点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一个方面是产品落地以后 当地的海外客户的使用习惯 包括他们维护保养的这种意识 还是比较淡薄的 在小型设备 它作为工程机械的一种产品的延续 设备好与不好 更多的体现在用户 在日常的维护当中 这就需要我们海外的服务商 更加的做好售钱和售中的培训 包括售后的业务对接 我们来工国际团队 也组建了服务工程小组 这样一个团队体系 面对面的去给我们的海外的经销商 做好这个产品 包括保养等等 第二个方面 一些国家在中国制造业的商品 包括尤其这个总机制造这一块 他们还有一些顾虑 但是随着我们这些年的 全产业内的提升 产品线不断地介入到当地 也会慢慢地化解 他们对我们国内产品的认知 这个得益于我们整体的 装备制造业实力的提升 如果可以介绍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